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2020年的10月6号平凡的一天 微博黑热搜关于肖战的再度袭来 互联网这个泼脏水的地方 黑子再次上演了新套路 一大早小飞侠被送热搜 原因很奇葩 来源于一条文案 肖战粉丝追个星 大量聚集大喊大怒 把川美学生搞得苦不堪言 一瞬间背锅骂名嘲讽脏话涌上心头 事情是这样的 发生于川美应援 涂鸦墙上写着肖战 学生们吐槽粉丝罪行 一夜之间此话题在微博的阅读量上涨幅度破译 我们常说以德抱怨 正在合理化角度思考问题 小飞侠的理性和善良 在这次事件之后 他们决然不发声 原因有二 黑子自导自演 自动发起的战役 追星现场变成涂鸦破坏现场 不明真相 不知谁对谁错的路人们 在此推肖战上了舆论风顶 相似的套路 像挤了二二七黑粉的手段 败坏不了肖战名声 便从忠实的粉丝下手 黑子口出狂言 污蔑粉丝 对小飞侠敬情言语的攻击 幸福的一月 突然被这么一则消息影响情绪挺悲伤的 人间正义是沧桑 终有真相来心房 断章取义 空口无凭的黑子 就在微博平台发了 这样的一个消息 真的是找抽 为这事实 别去脏言评论 而川美学生做出见证者 控诉了这些人的言语 说出了他们的恶心 当时肖战粉丝 仅仅是为了看无人机表演 没扎堆聚集 他们深知在公众场合 要给自家偶像树比榜样 小飞侠并没有涂鸦 路人在队伍里面也是好奇 黑子口中的粉 仅仅是路人的参与 为了黑战战 找准时机用新的模式 模糊视野 黑子凑热闹 让肖战陷入到众人非议 以黑而黑 用反差的事实 引起大众讨论 川美事件背后 继而涌跃出了大量的坏人 甚至说出了涂鸦一条街的脏话 陈心令里 为无限负面受敌 在新闻恩怨的江湖恩怨 不得已走上了赴黑路 现实里的肖战 成为了娱乐圈的典范 这场惊天而降的恶劣事故 川美学生的勇敢发声 无疑给黑子打脸般的疼痛 乱说话要负责 做人偏爱颠倒黑白 污蔑社会正能量 迟早有报应 川美聚众 涂鸦引起愤恨 主要是那帮人太能混淆是非了 又不存在的事实 引发吃瓜群众跟风情绪 注定不安宁 这种罪行令人发指 污名化艺人粉丝 制造网报 表现像是自娱自乐 背后目的怅然若知 而造成黑子肆无忌惮的根源 是中秋国庆旅游有人是多 流量大 来为肖战庆生的 不可能全是小分侠 路人来川美 另有行程安排 无辜的姑娘 仅仅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被吃瓜人 是讨论尊心的严重性 从而让家人远离肖战 自家孩子少粉这样的艺人 不过呢 肖战川美事件被揭穿之后呢 两处细节真相大白 网友说真挚感谢 第一处 懂得事实 黑白的路人 说出了黑子的心声 热搜上的校区 和川美的新校区 根本就不是一个 换公交要一个小时呢 更没有专程的涂鸦墙 一部分川美学生 指明涂鸦墙 不随便提供涂鸦服务 第二处 薄热度的折黑 内心有恶劣的想法 难以制止这种 不好的现象发生 涂鸦一条街 有专门的人员说明 一米八高的雕塑 粉丝爬不上去 并且粉丝沉迷在 无人机表演 哪有机会搞 诋毁偶像名誉的行为 无人机表演 是在步行街 没有一米八高的雕塑 从网上的图片看出来 雕塑一般都是在八名以上 万万没想到 227云聂还在作乱 为了炒热度 利用肖战的流量 再次引发网络先行暴力 看似很真实 仔细一看太多贸力了 肖战到底做错了什么 只不过是一个 追梦大男孩 在认真生活认真演戏 随着黑子阴谋破灭 真相爆出 网上的声音也变了 底之声也少了 大家的抽气声增加了 是眼红还是嫉妒 小编觉得是黑子 不忍放弃 看着肖战越来越红 心底略有不服 这种迹象表明 他们是有备而来 早就得知肖战代言 看小赵在重庆大学 会有无人机表演 趁这个机会制造舆论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